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四重結算日,美股不安寧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384點 收報24,340點 成交較前活躍跌,過千億有176億 今日港股跌,因爲昨晚美股先升後回 昨晚美股之所以先升後回 因爲聯儲局議席 表面現象就好像關聯儲局的事 將波納推到鮑威爾身上 等一會再說聯儲局說些什麼 但是在我的角度看來 聯儲局只不過是揮鑊 因爲聯儲局根本沒有做過任何事 亦都沒有改變過任何事 所以說市轉世是關聯儲局的事 只不過是推卸了責任給鮑威爾 實際上市場昨晚跌是因爲 根本大戶部署了聯儲局 他只怕聯儲局有事 當聯儲局沒有事 他根本順勢就要做下去 就要做淡 爲什麽呢? 就為了星期五的四重結算日 其實四重結算日 這件事我在早前講的視頻 已經講過一次 就是大家要注意 可能要鎮上四重結算日 即是四毛日 毛是毛絲的毛 以前就叫三毛日 或者三重結算日 至2002年之後 由於加了股票期貨上去 所以就叫做四毛日 意思就是 其實每季 每季最後一個月 即是三、六、九、十二月 第三個星期五 美股裏面 就有美國的股指 即是指數的期貨、期權 以及股票的期貨、期權 四樣東西結算 同一日結算 明晚即是18日 9月18日 就是今年的四毛日 今次特別注視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早前有很多報道 就說 不少的散戶都買了科技股的call 科技股的call 這個比例上高 甚至乎超越了2000年科網股的時候 那時候是科網股抗潮 今次買這些call 買的比例更多於當年 即是很多 總之是省會買了很多call 其一 其二又傳出為說 孫正義 即是軟銀的老闆 買了40億美元的科網股的期權 我都說過 斷股去買這些期權 都不是買到12月 明年 買那麼長遠 就不是買期權 當然你可以說有人敢做 不過我估計不是 主力的都應該是9月份 如果真的買很多的話 應該就是明晚會結算 結算之後 影響力就消失了 或者沒有那麼嚴重 就算是12月去買很多長期 都有3個月 6個月 9個月 即是之後的事情 就不是那麼急於反映了 所以過了明晚 對科技股的影響 相對就會較小 但是明晚 甚至乎星期一 都有機會是大錯的 今晚都有機會 即是星期四 其實事實上 美股在星期三 剛才說過 就在聯儲局 其實說完 維持利率不變 跟著白威爾出來 記者會 見人 其實美股的升至三百多點 納指都升 但是 他說完 到美股的時候 道指上升了三十幾點 納指倒跌 就 剛才說過 找鮑威爾 好像背了一個鍋 其實鮑威爾沒有說過 一些特別的事情 其實他說 會維持利率 去到2023年 即是點陣圖 不是他說 很長期都不會加息 通脹要高過2% 一段時間 之後才會加息 問他多久 一段時間 他沒有說多久 總之一段時間 這樣才可以確保到 美國的經濟會復甦 其實說這些說話 在之前的兩三個禮拜 兩個多禮拜 在Jackson Hole的時候 已經說了 所以市場對於這些 都知道了 沒有什麼奇怪 而市場根本 曾經估到 整個五年都不會加息 現在說到2023年 沒有什麼新期 究竟是2023還是2025 其實不太重要 為什麼 差兩年 到時兩年 三年後的事 是不是 投資市場 有人要看三年後 我知道 不過大部分都是指針招值 或者你就是 所謂說 near future 近期的會發生什麼 才是重要的 你說看幾年後 才決定會不會加息 三年還是五年之後才加息 真的不是那麼緊要的 所以根本 它沒有什麼影響到市場 它初頭說的時候 市場都會升 是吧 後來就會跌 就是因為 升了上去之後 開始大戶部署 部署什麼 剛才說就是四毛一 他們要砌市場 就是 總之 其權 那些 要側它來 不要讓那些call 賺到那麼多錢 大戶和散戶對撼 很多散戶買了 孫正義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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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買call 是真的看好 還是他買call 用來訂現貨 不知道 遲些才 總會有人揭露出來 不過這個之後的事情 總之現在 很多散戶買了call 這個是事實 那些大戶怎麼做 猜到猜到 應該盡力壓下去 所以 聯儲的意識之後 本來是怕 會不會有些更好的東西 所以不敢沽住 原來沒有東西 維持現狀 那就夠膽沽 夠膽沽就沽下來 所以昨晚我沽了 今天講過沽 然後勢又回 是不是回很多 大家看人生指數 這幅圈 今天來看 都回得多 回了1.6% 但是又不是很好 還沒跌穿這個 很重要的 8月7日的低位 24167 會不會跌穿 有不排除的 但是那些 要看那種跌穿法是怎樣 即是假跌破 還是真的散下去 裂口下跌 那種 如果收在旗下 先轉為黃燈 即是中期轉為黃燈 大家要小心 今天都是要採取一些手勢 要小心些 萬一真的再下跌 跌穿的話 大家要減持 不要說不減持 不過這樣 都是剛才這樣說 你下跌 今次 我猜 會穿的機會 是有的 但是 要看它怎樣穿 裂口那種下跌 那就很害怕 真的 會不會是殺到泥 什麼的 否則的話 它可能 只是一個假穿 但一旦下去 畢竟 下面還有一級支持 在6月15日這個低位 看到嗎 這裏的低位 23684 23600幾點 這一個 跌穿了 那你真的要 真的 進一步要害怕 那 恆子 是這樣看 外圍 納子 最重要是哪裏 9月11日這個低位 10728 昨天最低位收的 會不會跌穿這個 又是 看它怎樣跌穿 可能會假穿少少 都不出奇 如果 一支 大陰竹跌的 或者裂口下跌的 那些就要很小心了 道指 相對沒有這樣 是吧 因為 剛才說 買很多call 買一些科技股 在納子那裏 所以 道指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大壓力 是吧 那些買得多call 買得多call 買得多call 納子這些 買得多call 那它壓力大 因為大戶要跟省戶鬥陷 是吧 那麼 道指 老實說 那些股很多是什麽 銀行 福六壽 那些股 那就不理 所以 它不是那麼大壓力 昨天還有得升 一點點 那當然了 今晚很大機會都賠跌的 好了 是否整體形勢會變 還有一個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看著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 今天好像有些頭肩底 想嘗試這個項線位 大概93.6 它最高見到93.6 但是 未升穿 未升穿 即是 還是未轉勢 當然如果真的升穿上去的話 就不理新興市場 因為資金 就是回到美國 那對港股就不理 所以 另一個要留意著 就是看美匯指數 好了 今天港股 當然了 科技股都要賠跌 不過現實上高 我們跌得最低 又不是 今天很慘的 先是匯豐那些 又破底 今天最低 30.75 真的 我都講過很多次匯豐的了 我跟大家講過 就是換馬 換去新經濟那些 大野那裡 不要一次過換 如果你不想換 因為你想換的就換了 如果你不是一次過換 那怎麼辦 逐步反彈的時候 然後沽緊出去買那些科技股 當你在那邊有盈利 你就會更加願意 就沽這些匯豐轉過去 為什麼它會不斷滾 很簡單 就是剛才講過 幾年都不會再加息的話 即是它們的息差很窄很窄 就是盈利空間很低很低 所以投資者一聽到 今天本地銀行股 本地銀行股 就受壓 匯豐今天跌2.7% 它都不算是跌得多 東亞今天就跌至3%多 但是論整體來說 東亞就不是破底的 不是破底的 匯豐就破底 總之銀行股這段時間 都要小心都是受壓的 好了 傳統股受壓 高科技股又如何 騰訊今天跌1.4% 但是基本上 騰訊仍然都是在區間波動 暫時就沒有轉弱 這裏區間波動 下面這個低位 是499.4% 講過很多很多很多次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駁反彈的 你就看著499.4% 其實星期一有講 如果你是真的要駁反彈的話 你就可能會移到星期五的低位都可以 不過這個騰訊來說 就差很少 所以 維持499.4%都沒有問題 作為那個 作為止賺止洩位 什麼都好 你說如果 怕既然會 可不可以提前些走 如果你真的怕的話 可以明天一開始 就先減持下去 過了這個四毛日 星期一 星期二才是考慮 我給大家多一個建議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要怕 明天 美股四毛日的話 你可以明天早 已經先沽了去 然後過兩天之後再買 最多是虧死費 現在有些地方免用的 對不對 所以可以這樣想 阿里巴巴今天 回1.9% 這隻呢 又回少少這樣 是不是好死呢 又不是 之前這一天的低位 9月9日的低位 大概258.6元 未跌穿 你繼續可以用這個位 上次都說到 如果不用這個位 就可以用9月11日的低位 260.8元 即260元 失手的話 收於其下的話走 如果你也是怕的話 又是這樣 明天早 先沽了 等於四毛日 如果發覺沒事之後 下個星期一或二 才再買回 都不拘 因為這幾天都未必 可以衝得上去住 你擔心的話 可以先走 好了 整體而言 其實呢 恆子都是受到外圍影響 主要都是美股 美股跌 我覺得美股跌 就不要罵 白威爾住 實際上我覺得 是和明天四毛日結算 關係大些 現在壓下來 明天 不排除 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即是說 可能會假跌穿 也好 或者真跌穿 也好 就看看它怎麼跌穿 如果跌穿了 我們都要按紀錄 收在旗下的話 收在這條綠色線之下的話 要進一步減遲 科技股那些 你擔心的話 可以明天早上 先估去 都可以的 就算看好也好 遲些再買回來 都未遲 星期一、二 才決定買不買回來 都是一個方案來的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